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骤然离世 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加问号 68岁刚刚退休不到半年的正国级高官 居然在游泳时突发心梗 抢救无效后死亡 这未免也太像悬疑剧了 首先中共高官享有的超高规格医疗保健 就让68岁病逝成为了此事件的离奇之一 我们以前节目介绍过中共高官健康长寿的秘诀 绝非是有什么独家的养生秘籍 真正的法宝就是他们的高官身份 2013年的时候中共官媒曾经介绍过 广州军区的一个首长服务处 里面是住着兵团级以上的离休将领二三十人 这些人每人享有一栋别墅 配有秘书 警卫 司机 保姆等五到七个人 他们的健康是受着专人每日的呵护 每天要量血压 每周要尿减和血减一次 每年的夏天要去河南激公山避暑一个月 每年的冬天要去海南疗养一个月 这还只是兵团以上的离休干部 那副国级正国级的呢? 北京的301医院就是中共高官的特供医疗基地 从2005年开始就启动了981首长健康工程 要将中共领导人的寿命延长到150岁 还要通过器官功能再生来实现青春再现年轻化 这器官功能如何能够再生呢? 是被严重的怀疑与中共秘密进行的活摘器官遗址 紧密相关着 关于活摘器官是否真有 我们以前是做过两期专题节目的 欢迎错过的朋友去看看 那这个健康工程效果又如何呢? 2000年的时候 这个工程启动之前 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 只比美国高官多出2到3岁而已 到了2010年的时候 中共领导人的寿命呢 就已经高出美国领导人平均寿命 10年以上了 我们随便来盘点一下历史上 中共政国级高官的寿命 邓小平活到了92岁 江泽民96岁 李鹏90岁 华国锋86岁 朱镕基95岁了 人在世 温家宝81岁了 也仍然在世 相比之下 李克强只活了68岁 这对于这个级别的中共高官来说 太不寻常 而且中共高官的死亡 历来呢都是要报批的 可以说他们得按需死亡 怎么讲呢? 现在的医学技术发达 体外膜养合 在香港呢是称为人工心肺 都不会死 因为装液可膜取代心脏肺脏功能 每天用血浆交换来取代肝脏功能 每天洗肾可以取代肾脏功能 每天打高静脉营养不用吃饭 三个月不吃饭都不会死 啥时候把拐 啥时候死 在过去的中共高官死亡案例当中呢 都有按需把拐 按需死亡的影子 比如说江泽民 去年11月30号的一周之前 上海华东医院呢 就已经高度戒备了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那个时候的江泽民呢 很可能是已经死了 有些时日了 仅仅靠着机器维持着生命体征 后来乌鲁木齐大火点燃了白纸运动 大规模的示威浪潮 迅速在中国蔓延开来 突然之间江泽民被拔拐 习当局一声令下宣告他死亡 随之为他举行国葬 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 淡化了当时风头震惊的白纸运动 还有徐才厚 2015年3月15号 徐才厚因为膀胱癌默气 转移到了全身 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 当时南华早报 引述了一位不愿居民的 广州军区的高官的话说 关于徐才厚死亡的消息公布 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因为许多人感到为徐案定案很难 他还说徐才厚应该是死于数天之前了 但是任谁公布他死亡的消息 都不太可能 因为任何人任何事件 都不能抢人大这部重头戏的规定 这里有一个背景 我们还得要重温一下 可以感受一番中共当局对于高官 何时该被暗需死亡的这背后的考量 徐才厚被宣布死亡的时间 是当年全国人大今年例会结束的当天 距离他被双规宣布调查是刚好 不偏不倚一整年的时间 那么他在规定的时间 按照规定的原因去世的这背后 有什么密不可宣的黑幕呢 其一我们都知道 驱差后是习近平清理军队反火如火如荼之时 被抓出来的军中大老虎 这样坏事做绝 贪腐毒职所得几十亿的尖下囚 死的即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他个人在党内的衰容 因为中共政权的党内纪律处分的内容是颇多的 但是对于死人的纪律处分最高的一级呢 就只是像邓小平对康生一样的用取消道词来进行编施 而且鉴于徐才厚当时的认罪态度和薄熙来的负于顽抗 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点就注定了他徐才厚 不会比薄熙来来的重判 也就逃过了被担架抬到军事法庭上的那种屈辱了 他本人呢也因此就不会被追究了 这是从中共党官的个人角度来看 他们其实清楚自己该何时要按需死亡 其二从中共政权的角度何时把管呢 当时因为徐才厚被牵出的军中反腐风头十足 军中啊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伟大领袖习主席在这一场军队反腐的一开始呢 就定下了调调 说啊要查处一批人挽救一批人 教育一批人塑造一批人 查处一批人当然是不在话下 教育一批人呢也在官方的宣传当中达到了目的 可是如何去挽救一批人呢 这又怎么实现呢 在徐才厚被宣布死亡前刚刚结束的政协会议之上 军队腐败这个问题是被炒到了相当的高度 包括当时多位军队将领 同时也是政协委员的官员 公开揭露并且痛斥了中共军中的贪官们 明显的就是不止徐才厚这一立马 这些吵得过头了的彻查呼声 让中共政权是颜面尽失啊 他们显然是没有深刻的领会 习主席这语重心长的强调 不但要查处一批人 更是要教育和挽救一批人啊 所以呢就在这些爆料引发内外舆论的轩然大波之时 中共高层是紧急下令 对坚决拥护习主席反腐的这个宣传啊降温了 还安排了环球时报用一个团长的孤立的政策说 军队内着腐败的比例其实不大 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不要吵了 你们这些蠢官 习主席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要把贪官给全部打尽 所以徐赛后才这个时候匆匆忙忙的 在人大立会结束的当天 在李克强结束记者招待会的那当下 暗虚死亡了 挽救了一大批军中贪官啊 从这个意义上看 徐赛后的暗虚死亡 不单是护住了他个人党内的衰容 更是保住了中共政权的颜面啊 由此也可见得习近平的早年反腐未必就是清风正气 保党在他早年的清理政敌的手段当中啊 就已经凸显了出来 那么既然中共高官的暗虚死亡 早已经是既定的模式了 为何李克强没有暗虚死亡呢 在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之前呢 请让我也要先感谢一下支持我们今天节目的品牌方 Surfshark VPN 朋友们肯定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 在网上呢查询了某款产品 离开之后啊 发现这款产品的信息呢 会跟踪你很长的时间 不停的在你的网络活动当中显现出来 虽然也不见得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吧 但是呢却不免让人心里发毛啊 觉得自己的网络行为 好似无时无刻都在被监视着一样 那么Surfshark VPN就可以帮您解决这样的困扰了 它能够加密我们的网络 让我们在网络上的所有活动 就像放入密封信封里的信件一样 别人呢是无法得知 你的一切具体操作和活动数据的 大大的增强了网络隐私安全 而且Surfshark还有双重数据加密的功能 能够更加安全更有效的隐藏我们的个人信息 除了VPN功能之外呢 Surfshark还有其他优秀的附加服务 比如说防病毒程序 能够实时保护和防止恶意软件 攻击我们的计算机 无追踪的搜索引擎功能 能够防止网站去搜集我们的搜索历史 和其他的数据记录 还有Surfshark Alert功能 一旦监测到个人信息被泄露了 或者是有黑客入侵了风险了 那就会立即发出警示 最最重要的是它还不贵呢 一个月呢是一杯咖啡的钱都不到 而且我们的观众 现在还可以享受更加超值的优惠 点击描述栏的链接 并且呢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真飞的拼音 就可以享受到专属折扣了 那现在订购两年的方案 可以免费得到额外三个月的服务的赠送 有30天的免费试用期 所以30天之内不满意的朋友呢 可以随时无条件的退款 再说回到李克强 根据中共官方的消息 他是10月25号到上海去休息的 26号仅仅一天就突然去世了 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在26号的下午 或者是晚上 他就已经处于生命危险之中 抢救的时间呢延续到官方最终决定 宣布的这个27号的0点10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官媒北京青年报在26号的晚上8点12分啊 就已经发出了李克强于27号0点10分 逝世的消息 这来源著名的是央视新闻 而中共大面积的宣告是在27号的早上8点06分 也就是说距离中共宣称的李克强去世 已经过去了8个小时才公开确认 从26号的晚上8点多 北京青年报率先爆出 到官媒27号早上8点多统一口径 对外震事 这里面呢有12个小时的时间 李克强到底是什么时候出事的 抢救了多久 什么时候进入插管维持生命体征 再到什么时候被确定要死亡 到最终公布死亡 整个过程有理由怀疑 全都发生在26号的白天 到大批官媒出来证实的27号早晨8点 这个区域的这24小时之内 如果真如官方所说李克强死于凌晨10分 那么为何北京青年报会引自央视新闻的消息 在前一天的晚上8点多就发出了李克强死亡的讯息呢 是否在那之前李克强的死亡时间就已经被高层给确定了呢 那么那个时候的李克强到底是已经死亡了 还是在被插着管活着呢 昨天海外中文媒体大气园是报道了 对旅美的上海企业家狐狸任的采访 透露了一些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居住的东郊宾馆 不为人知的内幕 他说李克强在上海的休息地东郊宾馆 就相当于是中央在上海的钓鱼台国宾馆 宾馆里面有一树花园是江泽民的养老地 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就是上海市政府保卫处的一个负责人 也曾经负责过对江泽民的安保工作 这位朋友就告诉胡先生说 江泽民啊回到上海之后最初的安保工作呢 是由他们上海市政府保卫处来负责的 后来上海的安保人员是全部都被撤开被警场了 就交游到北京中南海警卫局来全权负责监控和保安了 江泽民在东郊宾馆美其名曰是养老 但实际上呢是被软禁 此前就有大陆媒体报道过 胡先生的朋友呢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说江泽民当时要到浙江宁波去一次 或者是他要回到老家去一次 全都要报到中央审批 上面的领导同意了才可以去 不是那么的容易 就是软禁 不能够随意走动 也不能够随意跑 江泽民的保安工作交由了北京方面来负责 那么李克强死在那个地方 胡先生就怀疑安保工作 肯定也是由北京方面来负责的 他还说东郊宾馆上海保卫处的人呢 连门都进不去 全部都被北京警卫局接管了 直接些的表述就是让你怎么死 你就得怎么死 言外之意就是李克强呢 是被习近平给搞死的 这个说法有几分可信 我们暂且不议论 但是胡先生说的 东郊宾馆已经全由北京警卫局来负责 这个可信度呢 我觉得是比较高的 以习近平的疑心 加上东郊宾馆的国宾馆之地位 这样的安排就有合理性 那么既然是由中南海警卫局来全权负责的话 李克强被软禁的可能性就又高了几分 今天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臣发推说 刚刚从合肥得知 消息是来源于李克强的亲戚朋友 说8月31号李克强在敦煌先生之后呢 就失去了联系 中秋节前家人曾经通过李克强的秘书 请他来合肥过节 可是时辰大喊 说是李克强20大退下来之后 曾经就表示近期会回到合肥 见见亲戚朋友和同学一直未能成行 没想到会突然离世 我不知道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 他的夫人陈宏是否有随同而行 看到这个方面消息的朋友呢 请留言告诉我 如果他的夫人没有同行 那么呢我就开一下脑洞 提供一种可能性啊 就是以配合调查或者是以某件事情 由李克强参与 需要他去到上海为由 把他骗去了上海 因为10月底天气已聊 为何李克强不去温暖的海南 广州深圳等地休息 而要去上海休息呢 这就很值得关注 而且这样的模式呢也并不显见 一般来说 如果中共体系内一位官员出了什么事情 上面要他下台了 如果他有关系网 他会幸运的事先听到一些风吹吵豆 再通过紧急的打电 可能能够把这个危局给化解 如果上面存心要他下台 或者是阵敌一定要绊倒他的话 那么他很难会事先感知到明显的异动 要么呢就是一投票把他给投下去了 其实事先其他人早都串联好了 只有这个人被蒙在了鼓里 要么呢就是上面来人了 说啊有点什么什么事情 这段时间需要你去住一下宾馆 当事人有可能在当下是难以准确的辨别 这个事态轻重的 就不得已的要跟着走了 因为反抗是肯定不行的呀 那李克强呢也是有可能用类似的方法被限制了自由 但是包子有没有想要害死李克强呢 我觉得又不太有这样的动机 因为李克强的猝死并不会给习近平带来多大的好处 李克强既不是反腐的对象 也对他够不成威胁 从胡锦涛被嫁走 汪洋 胡春华全部出局 团派就已经是名损失亡了 再加上李克强也退休了 在位时他都对习近平是唯唯诺诺 除了偶尔发发恼骚 但也依旧是谨慎而切语对待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要害死李克强 目前看来动机不大 但是习近平讨不讨厌李克强呢 肯定是讨厌了 两人的矛盾在过去十年逐渐的公开化 二十大前外界还传出了习下礼上的呼声 习一尊不恨李克强吗 我想肯定是恨的 所以在李克强死后 我们才看到官方对于李克强复稿词里 都不忘强调李克强对于习近平的忠心拥护 到死了都不忘帮着李克强表态拥护习近平 也看到官媒头版是压根啊 没有全部调成黑白色 头版头条依旧是光明伟大的习主席形象 反之如若是习近平赐死了李克强 我想习近平可能会出于告为王林 稍微给到李克强一些合理的追悼规模 所以呢我继续看下脑洞 有可能是李克强抵达上海之后 发现事态并非被骗来时的那般情境 于是薪酬旧恨齐发怒火攻心 十年累积的抑郁不得志一朝爆发 触发了新梗 而由中南海警卫局掌控的东郊宾馆 肯定是知道李克强为何来到上海 自然而然面对危机情形 肯定是不敢三自做组全力进行施救的 毕竟一尊和李克强的矛盾大家都心里有数 于是呢就等待上头指令 结果又耽误了就职时机 此后也没有去到医疗效果更好的上海中山医院 反而是去到了最擅长接骨的中医院 我真的是服务 这要是没有上头的指示 我想说做这个决定的人得死吧 同理如果是备受一尊待见的中共高官突发心梗 能被送去根本不具备急救水平的中医院 那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责任人 都得轻则被革职 重则要单则吧 对于习近平来说 我怀疑他是否有心要害死李克强 但是对于李克强的离奇咒势 他也未必就不乐见其成 因为如此一来谁不得习黄之心 可能中共打造多年成效颇丰的健康工程 就不一定对每位中共高官都适用了 何时死活多久 高官身份已经不作数了 更重要的是是否听话是否得习黄心呢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 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 我是真飞 我们下期节目又不见不散咯